杜江未拍《红海疯狂健身》21天,却死活不带恩亨看,理由我给100分。 了解杜江的朋友都知道,她不仅有一双灵动的大眼睛,身材也是相当不错的。 最近,杜江去拍了一个杂志封面,露出一身肌肉,或许让很多迷妹惊哭了,杜江的身材变得越来越好了。 其实这并非是偶然,为了接拍《红海行动》,为了更符合其中特种兵的气质,杜江决定对自己狠一点,获得这符号身材不容易。 杜江经过了21天非人的生活才练就了一副好身材,笑编表示,这样的日子,她是一天都受不了。 杜江的疯狂减肥计划,从健身开始。 大家知道,杜江本身就有健身的习惯,只是因为要尽快受伸,杜江的减肥计划也变得有些变态。 每天六小时的健身时间,一个星期十三次。看看这训练强度,请收下我的膝盖。 当然,除了需要健身之外,控制饮食也是必须的。 杜江自前曝光了自己的食谱,每天带注水煮好的500克鸡胸肉和西兰花在身上,不管是拍戏,聚餐还是出游,统统都只能吃这个。 各位将减肥当作是自己终身事业的妹子肯定对鸡胸肉加西兰花的标配很熟悉,简直是要多难吃有多难吃。 还有这个把鸡胸,蛋白,生菜,糙米,大蒜搭成糊状的东西,可真不是一般人吃得下去的。 当然,付出总是可以得到回报了,经历了21天肺炎的生活之后,杜江成功了,这简直就是一部铁区的八块腹肌练成绩啊。 照理说,爸爸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理应是带助儿子与他一起分享的,但是面对采访时,杜江却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坚定地告诉记者,在N恒长大之前,自己是不会让他看这部电影的。 杜江说,等他长大吧,等他长大对军人,对正义邪恶有了更多的区别之后,我想我会带他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红海行动》。 不得不说,杜江不仅是一个好演员,更是一个好爸爸,让我们期待杜江在影视圈能有更多的突破吧。